存檔的時候呢,特別是因為這個是舊格式,你把它另存新檔,成那個新的格式好了 那特別注意就是2010的格式是起用聚集的回憶,這一定要選正確,按儲存 那這個跟上面這個最大不一樣,就是你會發現那個圖示也不一樣 圖示,它的圖示會多一個驚嘆 另外呢,它的副檔名是XLS,多一個M 那舊的是XLS X 副檔名不一樣,因為這裡我沒有顯示出那個副檔名 這個是XLSM 後面是M,那是XLS XLS X,OK,那我們這個,按你的儲存就OK了 其他檔名,那我把它存在桌面,OK,儲存 甄育集,相同的檔名 是不是有什麼 OK,好,這次我等一下再看一下,另存新檔就可以,你們等一下試試看,另存新檔,選這個就正確了 第一個,第二個是說,如果你的 VBA裡面剛剛寫的東西 要怎麼樣呢,要把它保護起來的話 那要該怎麼做 基本上有幾個方法,各位可以看到那個上方一定會有那個 在這個VBA,有一個VBA的project 後面就是你的檔案名稱 那如果說你要設密碼的話,基本上也很簡單 直接在這個project上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,各位可以看到一個什麼 VBA的project屬性 就是這個檔案,其實它把它當一個專案來處理 屬性裡面 裡面